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往一派隐世风范 他们之中 佩国人朱建平名气并没有前几位这么大 却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而古代帝王相信相师之士由来已久 曹操之子曹丕便是其中一个 古怪的是 相师明明给曹丕算的是八十岁阳寿 为什么四十岁而终的曹丕却说相师算得不错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师朱建平和曹丕的故事 相师朱建平 其实朱建平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并不算多 但能根据有限的资料中获知 他在三国时期是一个厉害的相师 在给曹丕预算之前 他给曹操做过幕僚 但也没有抛弃老本行 偶尔也会给人推算一下 比如说他曾经为夏侯渊和曹操的儿子曹彪推过 他说夏侯渊会在四十九岁时能当上周周幕 不过之后会有一场劫难等着夏侯渊 只要能度过劫难 事业便会蒸蒸日上 后来朱建平的预言准确 夏侯渊真的成为了周周幕 不久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 虽然并不知怎么就好了 夏侯渊本以为度过了劫难 但很快就暴毙而死 而对于曹彪的预测 是未来会当上一方的统帅 不过在五十七岁时会有一场大劫 而这些在后来都全部应验了 五十七岁的曹彪因受到谋反案的牵连而被处决了 曹丕在当上皇帝之后 他心里总是不安 于是便想找神算子给自己算上一挂 一日曹丕在官拜五官中郎将之后 设宴款待众位了属 并且也邀请了神算子相师朱建平来席间助兴 九郭三巡之后 半醉半醒的众人让朱建平为大家算一下寿命 朱相师再三推演之后 分别为五个人算出了寿数 之后他对曹丕说 您将寿至八十 但在四十岁时将有小样 请小心 众人都以为朱建平是在开玩笑 所以都没有放在心上 但日后他们的寿数一一应验 公元二二六年 年仅四十岁的曹丕在病榻上奄奄一息 他托估曹瑞给司马懿陈群等重臣之后 发出感叹 朱建平所言非虚 之后便刻然尝试 朱建平说曹丕能活到八十岁 但曹丕活到四十岁便去世了 很显然这个预言并不准 但曹丕在逝世前 却说相师算得很准 曹丕给出的解释是 自己从上尉开始一直勤于处理朝政 恨不得把两天的事情 在一天之内完成 身体受到了损害 因此自己能活到四十岁 已经是不错了 实际上朱建平当时 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死 他说曹丕应该能活到八十岁 而没有带上绝对性的词语 另外他还暗示 曹丕会在四十岁的时候出世 而且朱建平的八十岁 是指把白天算一日 夜晚算一日 曹丕既成捍卫 本是年富力强之时 正准备在卫国地位上大显身手 却为何在不惑之年 就撒手人寰了呢 勾心斗角 曹丕在曹丕的诸多儿子中 不是文才最好的 也不是军事才能最优秀的 更不是最聪明的 如果这三个标准项来选拔王储 那么曹直 曹张 曹冲都在其之上 但曹丕的心机 和为人处事的能力 却是最强的 他知道曹丕虽杀法果决 但却非常重视 子嗣之间的骨肉亲情 于是在他大哥曹昂 被张秀害死之后 每次见到后者总是怒不可遏 曹操虽然屡次禁止 但非常喜欢这个儿子 对兄弟亲情的看重 曹丕还对曹操 嗜好人妻的癖好非常了解 在灭亡了袁绍之后 他率先攻占袁绍次子袁熙的府邸 自己迎娶了袁熙的妻子珍氏 而将袁绍的妻子刘氏 交给了父亲曹操 之后曹丞相便对儿子的孝心 大家赞赏 这父子二人的爱好 果真是一脉相承 曹丕心思深沉 他的父亲曹操更是多疑善变 因此 这父子两人便经常围绕着 立储问题暗中争斗 由于曹操原本意主曹植当世子 然而曹植虽有文采 但世财傲物 不似人均 加之曹丕的陷害和多方谋士的运营 世子大魏最终被曹丕取走 即使如此 曹丕仍会在处理政务领兵作战之余 敲打这个不听话的儿子 此时曹丕虽功于心计 但政治经验尚浅 哪里是老谋深算的父亲的对手 因此 本就雷弱的身体 经过数次惊吓折瘦不少 男人好色 古今常理 可曹操 曹丕 曹锐 三代人 都是色中恶鬼的极品 曹操一向是妙龄处子为残花败柳 而唯独喜欢已婚少妇 在他数十位妻妾中 就有十几位曾经是别人的妻子 而孙子魏明帝曹锐 在军国大事上颇有建树 但仍广彩众女 加之豢养男宠 有严重的恋母倾向 和父亲儿子相比 曹丕的性取向似乎没什么问题 而且有记载的夫人只有两位 但第二位郭氏 在曹丕当政后期 即得魏文帝喜爱 几乎到了君王不早朝的地步 第一位夫人珍世 更是倾国倾城 与貂蝉 大乔 小乔 一起并称为三国四大美女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长此一往下去 曹丕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 篡位汉县帝后 曹丕进皇帝位 史称魏文帝 繁重的国事 和没有节制的生活 使他雷弱的身体染上了肺脊 可他依旧我行我素 又染上了另一个致命的爱好 饮酒 与偏爱唯有杜康的父亲曹操不同 曹丕对于各种各样的酒来者不拒 虽然曹丕也称得上是个出色的文人 在吟师座父之时 少许酒性会让他下笔如风 食性大发 酒是色的媒介 过度饮酒 不仅让他的肺脊加重 也让他在后宫的温柔香中流连忘返 曹操虽然在三国众位雄主中算是长寿 但奈何身体中并没有长寿的基因 据史料记载 在曹操众多的子嗣中 只有其中一位名叫曹与的树子 活到了60岁以上 其余的儿子和孙子 都在四五十岁的年纪 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曹丕本身能力优秀 但在他当政期间 正是西蜀和东吴锐意进取的时刻 蜀汉在丞相诸葛亮的治理下 两川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虽失去了战略要地荆州 但孔明手握数十万川蜀大军 虎是雍良之地 时刻准备兵出齐山 而东吴在窃取了荆州后 实力大增 北部防线由陆路诸葛锦统领 虽一时没有进取中原的雄心 但仍然时不时派遣小谷兵力 袭击合肥 这也让曹丕头痛三分 反观曹卫方面负责防卫蜀国 吴国的曹真和曹修 虽然也称得上是曹氏宗族里的千里居 但在诸葛亮陆逊的眼中仍不值一提 直至后来司马懿领兵西进 才以数倍蜀军的兵力 勉强挡住了诸葛亮的进军 蜀汉的不断犯禁 加上曹丕晚年时南下争讨东吴大败而回 都让曹丕不堪重负 年仅四十岁九英年早逝 向人者真的有通天之才 采上天之意 当然答案不是这样 他们只不过是善于观察 而面不改色的扭转乾坤罢了 回顾朱建平对曹丕瘦有八十 然似是有样的评价 不难发现 这些看似神秘的相识 在发出一言一语之前 都会经过深思熟虑 他们会仔细观察求言者的言行举止 进而推算出他们的形式风格 以及生活习惯 因此 与其说这些相识是神秘莫测的阴阳家 不如说他们是专业的心理学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